记者杨绵杰台北报道,为解决北部用电问题,台电将于2019年底陆续除一的基隆协和电厂提出更新改建计划,内容包括将把现有燃油机组改成燃气机组,新建天燃气接收站,港湾设施及填海造的等,台电考量需要更谨慎评估,因此自愿进入二阶开发。 在今天28日的环平大会中也做出确认,台电在计划中提到,将新建四部单机容量约为100-130千瓦级燃气负循环机组,预估天然气年容量约480万公吨,同时将新建六座16万公并天然气除槽并填海造的29公顷取得相关土地,预计2025年商转。 本案也引起临近行政区的重视,包括基隆市副市长林永发,台北市海保局长刘明龙等人新自出席,林永发并代表基隆市提出五点要求,包括严谨审查内容,保障外木山渔民生计,确保基隆港航运安全,充分说明沟通,让更多学者参与讨论等。 而刘明龙虽赞成使用天然气,但建议台电应该到台北市举办说明会,也希望台电离清电力供应问题。 虽然台电已自愿进入二阶环平,但仍有环伟认为台电一直在自己打自己,深奥暗时说没办法用燃气是因为地不够大,但邪恶暗就可以填海造路。 深奥暗时台电说燃气会爆炸,先河暗却说尚无燃气电厂发生事故。 环伟建议台电应该供开透明所有资讯,面对怀平审查不要识问虚答。 台电则说确实希望让更多专家及学者来讨论相关问题,其中也包括环伟提及的内容,因此自愿让本案直接进入二阶做更严谨论。 环平委员最后也作出结论,要求台电序民填海造路行为对各种面向影响,详细评估对海域生态冲击,办理地质相关评估,进行沐浴生态调查,强化民意沟通,序民对环境友善具体措施等。